中華文化遠遠流長, 博大精心 但要令學生認識這個貴寶 真的一點也不容易 所以學校定期會舉辦中華文化周 邀請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士 透過生動有趣的活動和表演 令他們親身體驗當中的魅力 好, 在我身邊就是姚先生和黃師傅 是 首先我很想問 為什麼你會將國粹引入校園呢?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中國文化 從小時候開始看很多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表演方面 接著在疫情期間 我們在學校做推廣時 很多學校就問我們 問我們有沒有關於中國國粹的表演 我們就開始聯絡 那時候開始積極參與這些活動 我想問同學看到這麼新鮮的表演 他們的反應是否踴躍呢? 我們盡量將以前的國粹表演 因為以前的表演可能比較沉悶 很多人都不接受 但我們現在經過我們的改良 不斷加入新的元素 譬如加入卡通人物, 輕鬆一點 令小朋友開心很多, 吸精很多 令他們開心, 現在比較容易接受 其實國粹的藝術表演 有很多種類型 其中一種就是變臉 當然買一買黃師傅 是 在變念這個藝術來說 你自己什麼時候去入行 以及什麼時候拜師學藝 學了多久?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了 當初我回四川找師傅去學藝 當然不太容易被你欺負 當時的過程是怎樣的? 為什麼會去學藝術呢? 我開始的時候, 我本身是一個魔術師 我看到如果做魔術長久下去的話 因為太容易入行, 太多競爭 我想學一門技藝 是比較難學的 而又可以把中華文化傳揚開去 因為我學魔術 我也很喜歡中式的魔術 所以我到處找很多中國古代的魔術 變化 從中覺得國粹也很適合我去嘗試 我又希望可以把魔術和變臉 融合在一起 所以創造我今天這個獨特的套路 明白, 我想請教一下 不同面譜的顏色和表情 是代表了什麼呢? 譬如紅色, 紅色代表中意 代表人物是關羽 黑色代表公正廉名 代表人物是包青天 像黃色一樣, 代表神仙 人物是孫悟空, 我們的美猴王 好, 但是你學國粹 最難的地方是什麼? 最難就是… 因為我們要蓋著很多個臉袍 是 休息就最辛苦 是 所以我們練功的時候 師傅要我們帶很多個臉袍 讓我們適應呼吸、休息的困難 以及要穿著一件袍, 曬著去做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要戶外 去後場、等候 我們要克服這件事 而且要變的時候, 一定要快、狠、準 一定要比你的眼睛更快 這樣才行 好 你最厲害的一口氣可以變出多少個臉 暫時來說就25張 也很厲害 很期待看你的表現 是嗎?謝謝… 我現在跟同一群同學和家長 很快就可以欣賞一下辯念藝術 我也要先坐好 我等了你很久, 虎伯伯伯 我很心急 看看吧 好, 我們關於辯面 為什麼會有辯面出來的? 知道嗎? 有別人知道嗎? 你看看就知道了 以前如果你做戲曲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演員 如果你想做另一個角色要怎樣? 要回去換衣服、化妝 再出來 但是這個變變的最神奇之處 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變成不同的角色 以前可以透過這個臉譜 認識到喜、怒、愛、樂、憂傷 那些人的角色 離遠就看到了 就說說這個變臉的方法 變臉有幾種方法 什麼叫吹臉呢? 以前在舞台上高 我們會放一個盒子在這裡 比如在這個地方 放一個紅色的 現在是綠色的 然後表演之後 就炸雞椅 躲起來之後 就拿著手拿著盒子吹一吹 現在粉是撲上來的 就染到臉上,變了顏色 有的 是嗎?這叫吹臉 但是很難的,現在沒什麼顏色 讓你知道而已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什麼? 扯臉,比較複雜 師傅有一套帽子 然後看,突然變了… 好嗎?想看嗎? 是… 對,我們給掌聲就行嗎 是,掌聲…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謝謝… 先多點掌聲 是 看見你變了很多臉 我和Iris在這裡 變成像小朋友在欣賞 是不是?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留意我的臉 基本上他們每個人金睛火眼 是嗎? 所以我預備了一些問題 可以考考你們 也好 如果你們懂得回答 就會有禮物, 好嗎? 好啊, 那就… 你先問吧 好, 那就這樣 我第一條問題就是 剛才師傅變成了多少個臉 10個… 大家有數過嗎? 有, 有人猜到 多少個臉 10個… 多少? 10個… 10個是不是? 差很多 是, 師傅說的 要多一點 多少 來吧… 好, 這位英俊 12, 沒錯… 12… 我看見你真是聰明伶俐 是 一說就馬上答中了 當然, 每個人都聰明, 聰明女 好 不如你又問一下 二蛋一個 想到什麼問題都可以 他裡面還扮過什麼角色呢?師傅 是 什麼胸… 書籟不胸 書籟不胸 是 還有沒有 包青片 紅色面關什麼 關羽 關羽 關羽很厲害 真的有留意我的 我看見你上面這麼精彩 是 好, 接下來 變臉做體驗 變臉一門必學的灑大旗 好, 來, 戴上臉鋪 好, 接下來 師傅為什麼要他戴上臉鋪呢? 讓他感受一下師傅 在台上走台、走步、走位 多麼辛苦 還有呼吸多麼困難 我小時候 就在家樓下的祠堂 看過變臉的表現 之前見過變臉 我來很遠 看不到 不清楚地看到他怎麼變臉 我之前雖然見過變臉 但也不是很近距離看到他 所以我也覺得很神奇 我之前也很好奇 因為變臉好像很特別 好像要很有技巧 所以我沒想過學校會有這些表演 所以我就很期待 很好奇去看看變臉是怎樣的 踢那個棋的時候 就是比較難 因為那隻手要很靈活地做到 而且覺得帶著面具也很熱 也很辛苦 變臉需要很多時間去練習 才可以很成功 而且要很多練習之後 才可以很順利 不會在中間停下 之後會有些錯誤的地方 剛才在台下 欣賞著黃師傅在台上的演出 這麼近距離看著他 我覺得整個感覺很震撼 沒錯, 我和同學一樣 深深被這個表演吸引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和我一樣 這麼想跟黃師傅拜師學禮呢? 好 我還不得O красив 不不不不不不不有